全油管最快新闻,在9.11事件22周年前夕,又有两名遇难者身份确认。 事件至今2996人死亡,但只有1649人身份确认。 DNA测序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些遗骸得到了辨认。 为纪念遇难者,美国在世贸中心遗址上建立了名为归林地的纪念墙, 并新增了43名纽约消防员的名字。 目前,草根据数据显示,已有341名纽约消防局成员死于于9.11相关的疾病。 这些疾病很可能是由世贸中心废墟中的有毒粉尘引起的。 尽管在救援过程中,政府曾否认疾病与救援有关, 但2011年国会终于设立基金会用于医疗费用,并做了两次延期。 然而,基金会资金预计将于2025年耗尽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